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跟著我一起去人間蒸發 亞馬遜殼 亞馬任務 厄瓜多一個位在中美中的美麗國度 領土雖然不大 卻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 這是因為這個國家 處於全世界最廣的 亞馬遜殼流域當中 熱帶雨林對人類 甚至於對地球都是重要的包庫 除了現代大多數醫藥成分跟來源 都要仰賴雨林植物提煉之外 厄瓜多境內的熱帶雨林 弄植物的生態 更是以多樣性文明事件 現在就跟我一起深入亞馬遜叢林吧 但是這次我們說了 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定有亞馬任務 亞馬任務是什麼呢 當然跟大家透露一下 我們這次要找到的是 亞馬遜河裡面的奇怪的生物 有沒有 看到一個魚有沒有 那不是魚 只有亞馬遜河有的江頭 它可不是告示牌上面的白色的 它是粉紅色的 哇 好龍Kitty粉紅色好可愛喔 欸 據說當地原住民告訴我們說 這個江豚呢 如果你有幸看到江豚的話 你代表說你稍微這個幸運 但如果你有幸去摸到那個江豚的話 不得了 比重樂透還要開心 好不好 摸江豚誰摸過 結果到原始中裡面 人間蒸發跟與世隔絕 跟外面完全沒有訓話的地方去摸江豚 誰辦得到 世界的一定亞馬任務辦得到 現在就帶大家去摸江豚 摸江豚 耶 中樂透了 瓜瓜樂 耶 神經病 好 到底這次會不會有這個 Lucky的亞馬任務呢 我們就一起去摸江豚吧 亞馬任務 Let's go 把裝備裝進小船裡 接著進入神秘的亞馬遜叢林 從這裡開始 沒有電視 沒有電話 沒有高樓大廈 當然也沒有Wi-Fi 我們當然怕忙什麼 怕鱷魚 怕食人魚 但是我們更怕的 應該是沒有Wi-Fi了吧 怎麼辦啊 只能夠去適應原始 去體驗Wi-Fi無法提供的 自然饗宴啦 欸 Pitter 好多葉子在動喔 我們朋友們摸了 吃葉的螞蟻 它有沒有什麼名字 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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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不是一種切葉 你看它整排喔 它在搬運這些葉子 這是什麼葉子 他們找到特別的葉子 來吃吃 不吃任何葉子 有薄荷的樹 它搬這個葉子要幹嘛 它要吃它嗎 它搬這個葉子 它要吃它嗎 細菌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 香菇 Masher 長出香菇 這是他們螞蟻界的泡菜 對 他們在做菸菜 他們把這薄荷葉拿去做菸菜 而且你看一隻螞蟻 扛個葉子 而且他們分工合作 整條路 你覺得好壯觀喔 好像他們在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有沒有 感覺上他們是 在建造一個什麼東西 就不是他們在除涼 他們在拿薄荷葉子進去 還要等它的葉子發酵之後 產生的這種菌 應該是菌 他們是吃這個菌 對不對 這種螞蟻好特別喔 其實從小我們都知道螞蟻會經營畜牧葉 真的 課本裡都有寫 螞蟻會續養牙蟲來當乳牛 然後把牙蟲分泌的汁液 當成個牛奶來喝 不過在亞馬遜叢林的切葉椅 它就不一樣 竟然會自營農業 而且自己醃泡菜 自己培育菇類來吃 真的是懂得享受的一種螞蟻 切葉椅 而且它整排喔 你看他們這是不停的在工作耶 他們就把它往那個葉子 往螞蟻窩裡面塞對不對 你要幹嘛 這好大一隻螞蟻喔 你看 它的整個的體積呢 螞蟻界來講 它算是大隻的 但這個可以吃 這個可以吃嗎 這個可以吃嗎 你看 大概是我的小指甲的大小這麼大 真的喔 那我來料理 你要幾分熟 你先拿對不對 我先看你怎麼吃 因為它是專家 我不能亂吃啦 開玩笑 它真的是吹吹的 天啊 它真的是什麼東西 都往嘴巴裡面放啦 它味道是椰子 椰子 椰子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有椰子的味道 因為它們吃不同的椰子 而且它的味道是椰子 你可以試一下 這一次 這一隻 這一隻 我真的必須跟你說抱歉 這麼多千千萬萬個人 唯獨你就被 Bectin抓到了 那你就要 變成我的 美食 對不對 因為其實中南亞國家 包括柬埔寨 各地方都有在吃馬魚 為什麼呢 蟲物有非常豐富蛋白質的一種 動物嘛 好吃喔 椰子味道 怎麼會是椰子味道呢 這是酸的啊 對 對啊 我還是覺得酸酸的 可是我覺得我有吃到那個 薄荷的味道 Viktor說吃到薄荷味 是因為我不會挑 欸 啊我又不是買蛋糕 還有分薄荷還是椰子口味的喔 沒想到Viktor 真的就在螞蟻堆裡面 挑了一隻 屁股肥大的切椰椅給我 還說這隻薄荷是椰子口味的 真的有那麼沉嗎 嗯 有 喔 這個很重 有椰子的味道了 有椰子的味道了 這個好重喔 你為什麼那麼會 你怎麼那麼厲害 你挑一個怎麼會那麼重 我剛剛吃一個第一個是酸的 這裡 對不對 它是尾巴的地方 特別 味道特別重 就在這裡 這一個尾巴的地方 為什麼這種東西 會像吃 零食一樣 就是 就是一隻接一隻 就是好像 就是覺得 感覺上好像蠻好吃的 欸 味道好重喔 Trico 是 是 好吃欸 如果這時候再來一個 厄瓜多爾當地的啤酒 就是一口接一個 然後就吃一點螞蟻 然後一口接一個 吃吃吃吃 吃這個接葉椅 嗯 我覺得 蠻好吃的 不會很奇怪 對啊 怎麼會這樣子呢 它是 就是 我真的就被我吃掉 我居然覺得蠻好吃的 而且為什麼會 一直有一種衝動 然後這個玩下去 抓幾隻上來吃呢 Vitor說 生活在叢林裡的孩子 從小就是把切椅 當作零食來吃 當作薄荷糖來吃 或者當作椰子糖來吃 吃的吃著 還真的有點上癮 可是 如果小孩不乖呢 據說 體罰也是非常亞馬遜叢林法則的喔 哇 這裡有 一瓶子 哇 哇 這裡有螞蟻窩耶 好大喔 這什麼螞蟻 這什麼螞蟻 牠會咬人嗎 不 那些螞蟻是嚇壞的 那些人 在某些社區 那些小孩 當孩子不學習 睡了 他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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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孩子放在一起 為他們 為他們 工作 學習 這是 酷刑吧 巴霞的頭 塞到螞蟻窩裡面去 然後那種螞蟻這樣亂竄 天啊 惹人螞蟻 欸 怎樣怎樣 欸 牠這樣一拍手之後 牠就好像伸空 你看喔 螞蟻亂穿喔 那螞蟻全部跑出來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Eyes, escucha un burrito y sale 看看發生什麼事了 對不對 看看牠外面 屋子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不然這樣好了啦 我們的手 如果這樣子 戳進去的話 我們不會被咬吧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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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很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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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這二高多爾人 對小孩子實在太狠了吧 那不然這樣好了 因為我們今天 得嘗試一下 不是我 就是他啦 我們兩個來玩一下 看如何 看誰先用手去奉獄好不好 來 剪刀 石頭 不 你真的是犯規喔 我剛剛看到你是這樣子喔 好啦我們 既然是主食人 對不對 我們就自己上 手伸進去嗎 爸媽媽我錯了 我以後再也不敢了 好癢喔 好癢喔 哈哈哈哈哈 好可怕的感覺喔 喔 我不敢了 馬上我頭上來了 tutaj 哇賽 太可怕了啦 你看我的手 馬上 我覺得會咬人 怎麼不會咬 他會咬人啊 會咬人啊 他會有一點乙酸 對 我現在整個手都酸酸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節目這一集播出去 不能讓沈玉琳看到 要不然玉琳哥一定會覺得 哇 這個好 這個好 然後又開一個節目 還專門在懲罰藝人的摸螞蟻 好癢喔 而且你知道嗎 現在這個螞蟻已經爬到我全身都是了 不誇張 我衣服這邊都是 有沒有 我綁在套上全部都是這個螞蟻 褲子這邊都是螞蟻 然後呢 我覺得有幾隻已經爬到我身體裡面 癢癢的 痠痠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螞蟻呢 還是挺可怕的 那種感覺好像電療一樣 好像突然間有好多的電 在你的身上這樣 有那種被電到的感覺 很不舒服 四方 你媽跟我說你小時候不乖喔 我跟你講 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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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 快點 快點 來 摸一下就好 兩秒 兩秒 欸 你真的這樣很遜欸你 蛤 怕什麼 不要怕 試一下就好了 一隻手 也沒辦法 好吧 那就算了 好不好 只有我來 我來 我扛 一切都我來 一人一隻手 看誰先離開 一 OK OK 來喔 一 二 上你保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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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子 不要這樣子 等一下 我不能輸 我不要輸 正 你趕快拿開 快點 你先拿開 你先拿開啊 快點啦 台灣隊加油 台灣隊加油 加油 加油 成竹 我輸了 就在那邊 一秒之差 好癢喔 各位 好不好 螞蟻的記號 這次有這樣的嘗試還不錯 但是我覺得以後我看到 螞蟻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也會做夢 今天晚上 可能會失眠 別人數羊 我數螞蟻 每一隻羊 兩隻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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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隻羊 然後突然間在耳朵旁邊 耳朵裡面跑出來兩隻 因為今天 跑進去 欸 真的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真的是 stupid 太笨了 幹嘛一直做這種事情 啊 怎麼樣 這棵樹有什麼 水果嗎 沒有 這棵樹有什麼 水果嗎 就是原住民有時候會在臉上畫一些東西 是用這種 植物嗎 不是 那 這個怎麼塗 指甲油 這個可以擦指甲油 這邊的女生是用這個擦指甲油嗎 各位真的有顏色耶 但這個顏色好像是那種紅藥水的顏色 有沒有 有沒有覺得好像五個手指頭是被門夾到之後 然後差點酒 因為你受傷之後 啊 啊 然後把他夾到的顏色 這個要用一個特別的審美觀念來看待它的話 它就是一個 算是一個fashion 在俄瓜多爾 也許他出去的時候 打招呼的時候 大家互相都在就是 就是窺探對方說 這個他旁邊的太太有沒有擦指甲油啊 如果擦指甲油的話 代表說 行情還不錯 比較懂的那個fashion 時尚 對不對 如果說沒有擦指甲油的話 就略顯再吐住一點點 那你老婆會不會擦這個指甲油 是 你老婆擦這個 真的假的 你為什麼不買真的指甲油給你老婆呢 根據統計 治療人類疾病的解藥 在熱帶餘林裡幾乎都可以找得到 那彩妝呢 也許哪一天 人類繁圖歸真 從上自然風的流行開始 美甲師開始推薦 要不要塗個優點色的指甲油呢 產自亞馬遜科叢林的化妝品 保證天內內好像也不錯喔 欸這個 這個好噁心喔 這什麼東西啊 鳥窩喔 是這個鳥 這個鳥嗎 Oropend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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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一個一個 你不覺得好像 把蛇切開來之後 那個蛇裡面的那個蛇膽 那裡面是有鳥蛋嗎 那已經鋪出來了 那鳥咧 鳥已經飛走了啦 也有其他小的蛇 也有其他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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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種鳥類的 所以牠們在這邊 竹槽的方式都是 就有一點類似喔 牠們在樹上呢 然後可能從別的地方去刁一些 這應該是什麼草之類的 然後 就像我們竹燕窩有沒有 燕窩也是 鳥會那個燕子 牠是這種 這個 這個 跟這個 這兩種鳥呢 一個是黑的這個 這個鳥 然後呢 另外呢 比較大的那個 像我剛剛說 長得像蛇膽的那個 是這個鳥 一般我們看到的鳥巢 也是在樹上 但是牠是整個 像是一個碗一樣的 然後把鳥蛋放在最上面 但是還是要怕 可能會有老鷹啊 或什麼 會來吃 那這種呢 牠把那個鳥蛋呢 放在袋子裡面了 那個其他就不會被攻擊到了 對不對 你看這個鳥 真的不簡單耶 牠怎麼去弄成這個鳥巢 我們現在呢 要去找蟒蛇 牠那個蛇呢 我估計牠應該是在樹上面 然後我們就走到這個 算是大湖旁邊的一個區域裡面 所以都是有一些樹在這邊 因為牠整個 因為現在是雨季 所以牠的水位比較高 那如果說 牠的旱季的時候呢 水位下降的時候 這都是一棵比較大的樹 那我們隨時要看一下 不小心那個樹上有蛇 所以我剛好經過那個蛇 下一個打刀過的話 就掉到船裡面 也太危險了 因為之前我們在 我們在菲律賓的時候 有經過那個 菲律賓的時候 有找那個樹蟲嗎 然後那個蛇呢 也是那種 那種叢林裡面啊 就是熱帶雨林裡面 很多的蛇會攀在那個 樹上面曬太陽 你不小心經過牠那個蛇 就真的會掉下來 所以還是有一點點危險 是嗎 Victor指揮著船夫 往另一區沼澤地前進 他說在這裡發現 亞馬遜蟒蛇跟鱷魚的機率 是最高的 在這邊 有一隻 有一隻小的鱷魚 牠頭也探出來 非常望而得 但是 跑掉了 Oberta 拉遠 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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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 滾 滾 滾 幸好在附近的原住民村落裡 一些比較驚悚的亞馬遜生物 都能在這裡看得到 先去看看吧 來到了亞馬遜隔熱帶雨林的區域裡面 它的凍植物加龍起來是成千上萬種 我的天啊 那個數字相當驚人 但是當你深入到這個叢林裡面 你能看到什麼 什麼東西能讓你看到呢 就說不定了 因為為什麼太大 對不對 如果一進去看不到 對不對 掃興 不過沒關係 有體驗區 體驗區就是當地的原住民 有個區域裡面 他們有在野生的這個叢林裡面 抓到一些亞馬遜河域裡面動 我們先看看有什麼東西 哇 看到七個小孩 你看2467 七個小朋友他們在幹什麼 這是一條蟒蛇耶 你們拿來這樣玩啊 這個蟒蛇呢 大概它的長度 我們保守估計看兩公尺以上 因為七個小朋友就要抱它 大概快三公尺左右 幾歲啊 這個蟒蛇多大了 四歲 這什麼樣的蟒蛇 有什麼特別 這是蟒蛇 這是蟒蛇 當她想吃 把蟒蛇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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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 蟒蛇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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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會就要下雷震雨了 所以我們趕快到這個屋子裡面來 繼續來拍攝這個蟒蛇 蟒蛇咧 蟒蛇 一陣的這個驚嚇 哇 剛剛突然間一陣颶風 這裡的天氣好奇怪 一下下大雨 然後一下大太陽 然後一下又有那個狂風 好奇怪 好 來 你可以招招看嗎 這應該蠻重的 這尾呢 這尾在我的這個九年的 九年的 世界第一等的生涯裡面呢 這尾算是 野生的裡面算是 中型 他在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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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河邊 我們已經有看到 到達12公尺 12公尺 天啊 12公尺已經超過我的 呃 經驗了 我的經驗值最多落在6公尺 在柬埔寨 那個小朋友的忙 6公尺 也不知道為什麼 長那麼大 這邊居然有12公尺 所以 電影裡面的血蘭花 那個電影裡面 第二集嘛 那個血蘭花裡面那種 在河裡面 這樣游來游去 滿身的 我覺得也不畏是傳出 搞不好是真人 因為他 他可能在裡面 在重營生素 他可能活了非常久 都沒有人發現他 他有特別的習性 對不對 這個時候我覺得呢 他整個呢 有感覺到就是 呼吸到自由的空氣 然後他整個感覺到 就是有一股非常快樂的感覺 這個時候我覺得就是說 六寶蛇它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大到這邊 3公尺的狀態 我覺得飛剛好 很好看 我們都拍近一點 好好看 這花紋很厲害 蛇年 飛機上有蛇 土人身上有蛇 圓陸地上有蛇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對 蛇 什麼東西 蛇年幹什麼東西 拿拚了啦 你碰到 你碰到 現在我碰到 你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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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以為是 過去嗎 我現在跟你不敢講話 我現在跟你不敢講話 我現在跟你說話 我現在跟你說話 我現在覺得 你不敢問為什麼要神經病加好嗎 我可以發託託 讓你認識 什麼意思 我現在跟你說話 我現在跟你說話 我建議各位觀眾朋友 沒有到這種地方來的時候 我這樣很願意 行為 我覺得是很Stupid的事情 他 被捆了一天的嘴巴 現在 終於被動掉的時候 他應該覺得很爽 他現在很想要活動他的 沒有沒有 活動他的筋骨 活動他的這個 兩拍牙齒 他想要讓他的腮胖動 我突然間發覺 我是一個有權利的人 因為我走到哪裡去 人都會慢慢開始走開 很習慣 有沒有 還有 一看 操穿 而且呢 攝影師已經趕到hhhh 那個麥克風又一直穿 出現在 攝影机往前面 沒有關係啊 廣哥嘛 他說 我們攝影師李唱說 阿 episode 你離開 好把無雙 什麼概念阿 我幹嘛要受傷 這隻 金毛蛇 現在 我覺得 我開始要慢慢跟牠培養感情 我覺得動物是有靈魂的 牠可以感覺到我到底是緊張還是不緊張 然後我們要去找我們這個會講西班牙文 在那邊當地的戰術黨的這個釋放 釋放來摸一下 蛇的頭 蛇的頭 為什麼呢 什麼好可怕 怎麼會可怕呢 真的很可愛啊 蛤 幹什麼覺得可怕 雅馬遜河十大惡霸之一 楷門二 據說牠身長可以長大四公尺 而且呢 非常的兇猛 牠可以咬人 然後呢 瀑布在這個河面當中 隨時要攻擊獵物 所以非常的可怕 但是呢 這邊找到一個氏族 當地的原住民牠們養一隻 耶 又在我旁邊 牠的眼睛好大喔 但是這個是小北皮吧 是 一個小北皮吧 小北皮小吃的 每天 每天 每一天 每一天喔 吃一隻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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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凱門二啊 那在雅馬區的蟲林裡面 是不是數量非常多 是 可是在野生的 是 感覺上呢 是非常非常小隻的 而且你看喔 我這麼近距離的看牠的頭 牠的頭上面這邊是一個巷子方塊耶 很特別吧 後來聽到牠會卡嗎 是 會卡 是不是晚上比較好找到 是 晚上 眼睛會發亮嗎 牠的眼睛會發亮嗎 對不對 對 那現在好 如果說我現在徒手的話 你要怎麼抓牠 用布 用布 蓋哪裡 蓋在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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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現在去抓牠 我現在去抓牠 你把牠會給牠拆鞋 好你就是給牠拆了 牠拆了 真的 是嗎 牠怎麼不會危險 牠回頭看你了 你還不 沼澤區 還是很可怕 別說那種東端 用揮鼓腰力一下的時候 你連閃都閃不掉 我跟妳講 你現在如果又不小心在那邊 地上又很多青苔 我摔倒了 你可想而知 對不對 牠如果咬到的話 尤其是我穿長褲還好 攝影師穿短褲 那很得了 先咬斷了 天啊好可怕 好 抓牠 抓 抓 就這樣子喔 就這樣子喔 所以 你看到沒有 任何一個動物呢 任何一個動物 都有牠的一個習性 對不對 OK 任何一個動物都有牠的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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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個凱門鵝呢 眼睛被捂起來的時候呢 牠就等於被你制服了 就沒有制服了 就沒有制服了 OK 各位 各位 我們現在呢 夜間要去抓什麼呢 我們要去抓這個 那個 這邊的鱷魚 而且就在我們的旅館旁邊耶 就在我們住宿的旁邊耶 我有看到 我有看到 我看到 可以走到他的鱷魚 我們有一個去回來嗎? 是嗎 我們搬走對嗎 沒關係 張臨 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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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下雨 滿兩氛的水 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怪物 這是我們住的地方 但如果我晚上睡覺 他爬到我身上 而且不要動 讓他和他很辛苦 可怕吧 沒有 前面就是我們住的地方 那間就是我房間 所以如果晚上我尿尿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我踩空了 掉到池子裡面 剛好牠在我旁邊 可能牠在吃東西或是牠在休息 那還得了喔 是個木頭 撐一下 一個木頭穩住 突然想說 鱷魚站起來了 你覺得這是瞎搞事嗎 不是的 真的不是 一條活生生的凱門鱷 真的就躲在我們住的草屋底下 只是我們怕牠 鱷魚牠其實更怕人類 一見到燈光 就鑽入草叢裡去了 我跟你講 我覺得牠還在 牠只是剛剛掉頭而已 我先看牠 那聲音 你看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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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看到 那這笙底在那邊嗎 這不是他的笙底嗎 那裡面還有人嗎 那裡有一隻 那裡這一隻 那我可以告訴你 那你就怎麼回來了 我覺得 雖然是小小的一隻鱷魚 可是你知道他現在在水裡 水底下沒有錯 他跑到沉浸裡面去了 可是你知道 你要不要聽它這邊有個聲音 那就是我們旅館的馬達聲音 我們旅館的發電機的聲音 它就在我們住的木屋的旁邊 所以晚上的時候你不可以叫下來 不小心走到水面裡面 突然間有個鎧門鱷魚會咬你 多可怕 就在這樣的一個深度 鱷魚會過來這邊 其實蠻緊張的 因為我現在進去鱷魚之後 我才知道我看不到它在哪裡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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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進去啦 當我們放棄搜尋那隻鎧門鱷 回到住宿的草屋裡 沒想到 讓我們這天晚上睡不著的生物出現了 哇 哇 這我們住的地方耶 地方有什麼樣的怪獅子 但是 首先問它有沒有毒 就是 死的地方有點痛 問題是 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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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皮革 其實沒有毒 會不會咬人 會咬人 會有一點痛 咬人會有一點痛 OK 那如果說我不小心 因為你知道我們晚上都只有蠟燭跟 手電筒 就這樣子 在一個漆黑的一個環境裡面 如果不小心就是碰到它 所以我應該怎麼做 欸 它有沒有 碰到它會很癢 那如果晚上睡覺 它爬到我身上來怎麼辦 讓它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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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讓它經過 我也不敢動 對 不要講說不要動它 我大概連嚇都嚇死了 它可能爬過我身體的時候 我可能就已經 嚇到不能動 今晚漫漫長夜該怎麼過 在門外有凱門二爬來爬去 屋內還有毛茸茸的大蜘蛛鑽來鑽去 讓大家提心吊膽 這次這次玩 晚上到底怎麼睡啊 這裡的原住民 究竟是怎麼生活的呢 看到這個有沒有 這我一猜 我猜是釣魚 對 現在我們要去釣魚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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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不會有危險 釣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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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錯 這一包裡面是我們人肉 牛肉 十人魚 吃等一下 強調食人魚還是要有必殺技 我們現在到了一個這條河 我們又走進這個小徑 這裡面 是因為那個食人魚 牠比較喜歡這樣的環境 像這種有樹的地方 牠們喜歡棄棄在這裡 現在我們就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把那個河弄上去 牠們經常做到這條河弄 牠們都看著那個河弄的原因 就是靈感回來 這個音樂是 原來是 魚在上面 他們吃其餘的魚 然後牠們出現了 這個食人魚會感覺上 身上也有什麼 食人魚的東西 好 我覺得我好像肉眼裡面有看到了 我剛剛有看到有食人魚了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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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沒有 幾秒鐘 各位 幾秒鐘 排不到一分鐘 真的 剛剛一鏡到底的 各位觀眾 一鏡到底 完全不囉嗦 馬上來一個白腹食人魚 這是白色的肚子對不對 白腹食人魚 Oh you so good Jimmy You so man 好厲害 我剛剛這樣打打的時候 我眼睛就已經看到了 這是一個類似的 螞蟻 螞蟻 有白色的 它有白色的 白色的食人魚 黑點點 這個食人魚 我的手指頭放進去的話 就咬到對不對 這個手指頭 牠會馬上咬對不對 很可怕喔 你看牠純純的運動 試試看 看有什麼東西可以給牠咬 這個 豬了 你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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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牠有咬 又咬住了 牠想說奇怪 我不是素食者 你會我吃素食幹嘛 你會我吃肉嗎 這隻白腹食人魚 剛才花不到30秒的時間 把它補上來的 牠身上的特色就是白色的肚子 然後身上有黑色的斑點 很有殺傷力的感覺 你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那個牙齒 各位 狠狠的好不好 這個魚 牠的牙齒非常的鋒利 對不對 在牠的這個牙齒 剛才牠用素食呢 還不敢用手過去 因為不小心會被牠咬到 然後這個食人魚 聽說在陸地上面 牠可以活的時間還滿久對不對 牠的牙齒是一種魚 牠的牠在水裡 牠在水裡逐五分鐘至十分鐘 哇那很厲害耶 對不對 這個放回去牠還會活嗎 對 再次回到水 好 我們放回去 放回去 放回去 OK 放回去囉 準備 OK 開始 下 下去 滾起啊 難怪 已經被吃掉了 來 再一個 注意了 欸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有感覺到 有感覺 你掉到啦 你掉那隻很大啊 你那隻也太大了吧 平穩 拿起來 OK 好 等一下喔 來喔 來 來 嘿 欸 厲害了 直接在觀眾面前作弊 你看到沒有 馬上釣包 換我釣到了 這個也是白富食人魚 大隻的 It's a big one very big 然後呢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牠 牠扯那個肉啊 牠是毫不留情的 來 你看牠也怕 有沒有看到 牠突然就變娘了 有沒有 以這隻的這個體型 可以足以把我的小指頭咬掉 這要很小心 你看 連牠都不太敢 對不對 突然間連花指頭出現 有沒有 好 你看到沒有 大尾的 你問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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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我們的手指頭啊 大概多久時間 可以把我一個手指頭吃掉 不 一會兒牠的手指頭 是 立刻牠的手指頭 把牠的手指頭 牠的手指頭 因為牠的手指頭 牠的手指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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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牠不是慢慢咬 牠是 是 就是 抓到的話就 咬起來了 你知道嗎 牠的手指頭 牠的手指頭 哇塞 這個感覺好像拉一個電鋸 就把我的手指頭咬掉了 來 我們現在把它放回去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來 注意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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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沒了 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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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再動一個肉給我 我跟你講 今天如果沒有釣到 全部用釣包的話 我這個世界第一等的主持人 就白當了 我跟你講 真的 好不好 我們這一次毒很大 這一次下去如果沒有釣起來的話 不囉唆 好不好 你以後就不要當導演 OK嗎 好 謝謝 其實你們以為在搞笑嗎 我覺得我是用心理的戰術 我是一種欺敵的方法 讓他們覺得說這個釣魚的人 還睡著 來 被他吃掉了 各位 代表他猶豫 再給我一次機會 來 什麼 什麼 你剛剛叫我收人 觀眾朋友 你在幹嘛 Come on 再給我一次機會 來 剪一些以前的畫面好了 去看PCR 你看到沒 我這個臭屁屁可以釣得到的 不是我釣不到 不是 我不承認這個事情 我釣得到的 只是這個二瓜多兒的石正魚 他太聰明 這次就跟他宣告 好 我輸了好不好 我輸了 你們贏了好不好 可以了吧 怎麼這樣子 難過 釣完石正魚 是他們釣完石正魚以後 比特又指揮小團 進入到另一邊的大湖 他說 阿瓜多獨特的粉紅色江豚 最常出沒的地區 就在這兒 我們現在支流要進去到一個 裡面有一個大的 叫大湖的地方 可見它河道非常寬敞 我們現在正在這個交會處 要準備進去 但我們前面有一艘船也是 也是 有有有河豚 有那個江豚 江豚出現了 你看那湖面上面 這個水面上面 它會那個尾巴湊出來 為什麼我剛剛用那個吹口哨的方法呢 因為之前我曾經到秘魯的時候 也是尋找這個江豚 然後還有其他的國家 我在尋找海豚的當中 我發覺一個很妙的事情 就是我吹那個高頻的那個口哨的時候 那個海豚會過來 這邊叫江豚會過來 這個出來了 這個出來了 我估計那個江豚還會浮出水面 不過現在呢 我們在整個河道上面呢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它在哪裡出沒 所以我們只能看 攝影機待會呢 能不能夠瞬間 捕捉到那個江豚出現的感覺 那對面也有一艘船呢 船上那隻歐的那個 所以我們就捕捉到那一瞬間 那個江豚出現 但是到底是不是 我們本國社要找的那個 亞馬遜的江豚呢 應該是啦 這個很難得 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我們剛剛去看看 那邊一台一艘船呢 船上看到 欸有有有 在前面掛好 有沒有看到 前面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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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進來 大概已經一個多小時了 然後我們已經快下山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這是我們剛剛進入要 準備要進入到真正 亞馬遜的領域裡面 已經看到江豚了 運氣非常好 切葉椅 蟒蛇 凱門餓 食人魚殼 江豚 亞馬遜殼流域的叢林林 動植物的生態 就是那麼的豐富 有人說 熱帶漁林就是地球的呼吸系統 那流域廣大的亞馬遜殼森林 一定就是地球的肺葉 在這裡到底還有多少資源 沒有被發現呢 大概沒有科學家能夠保證